来看到刑事局再度破获了黑帮的贩毒集团 这一回呢是在新北市五谷 插到一个有如联邦背景的郭姓范贤 他藏力了大量的毒品跟改造枪支 警方也怀疑说这范贤是计划 把这一百多万颗的一粒棉 要销往海外来赚取暴力 现在警方将追查毒品跟枪支的来源 将这个不法集团一网打尽 民宅里警方大动作搜索 找出一个又一个大纸箱 但里头装的可不是一般家用品 而是大量毒品一粒棉 除了搜出毒品 警方更找到三把枪支 还有多达一百多发的子弹 警方十月底破获一起运毒案件 共逮到四名嫌犯 其中涉案情节重大的郭姓嫌犯 和卓姓嫌犯两人还有黑道背景 郭姓嫌犯甚至还有毒品 公共危险等多项前科 让警方怀疑民宅根本就是黑帮 窝藏枪支毒品的秘密基地 在今年五月间 他们突然又租任了 新北市五谷区的一个空屋 作为他们的一个据点 运毒案件一开始 警方就先锁定郭姓嫌犯进行监控 五月初发现他在五谷 租下一处公寓当据点 实验中时立民卓姓嫌犯 就载着二十四大箱的 一粒棉毒品交给郭贤 再由他移到五谷租屋处藏匿 警方一件提不可施 立刻上门搜索 警方这次共查获了一百一十八万颗的一粒棉 还有多把枪支和子弹 就连免疫器都有 警方也怀疑这大批一粒棉 可能是要销往海外 将会进一步追查 希望找出毒品和枪支的来源 将这个不把集团一网打尽 记得林茂林朝鲜台北采访报道